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的临时书店 坐落在一条小巷之中 书店只会开张两天 当中售卖的书籍都是由市民捐赠 并经过艺术家和义工的加工 撕毁或删减部分的内容 模仿被自我审查后的形态 国际特赦香港分会总干事欧美宝表示 近年来香港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状况越发不理想 他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呼吁关注新闻自由问题 书店当中所有书籍都是用27元出售 欧美宝表示 因为香港的基本法27条 就是表明保障言论自由的条文 书籍以这个价格发售 也是希望让人关注这个议题 因为如果社会继续忽视 任由这个情况继续发展 自我审查的书籍就会变成常态 另外组织分会也会在16到26号 在香港举办艺术节 展示53名香港以及世界各地艺术家的作品 同时也会举办工作坊 与香港市民讨论自由的重要 自由亚洲电台特业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